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国内现在人心惶惶 你要是现在回去 若是扫乱了方舍 怕是会对局势十分不利 那你倒是给我一个两全的方法 如果现在不回国内稳定市场的话 你难道让我眼睁睁的看着现实 就拉下神坛吗 舒适 找到二爷了 再平静 哈哈 真是天助我先 哎好 谢谢老板 哎下一个 得钻石到我了 哎呦 老杨来了 老三样 不要洋葱 我说小谢啊 你之前给我出的那个营销方案太牛了 公司直接升我当了主管 真谢谢你啊 你说你这么大本事 就在这卖炒饭 属实是屈才了 说吧 什么事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啊各位 是这样 公司把重大事故的楼盘放我手里了 两个月呀 任是一套都没买住之 你可得给我想个办法 其实很简单 你给这前两百个购房者啊 降低他们的房价 出一份无条件的退房协议 但是有一点啊 一定要注意你们的房屋质量 如果这两百个人认可你们 到时候帮你们一宣传 甭给你们自己邀个墙 要不说还得是你 哎哎哎哎 炒饭 哎哎哎哎 走了啊 哎 不好意思我有事 我让我先来 哎呀你 你给我回去 你怎么还差对呢 哎 谢哥 我现在啊 准备多盘几家门帘 这不是找你 多给我出点意见吗 哎呦 诸位 我今天啊有点急事 得早收摊 啊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抱歉啊 抱歉抱歉 真抱歉抱歉 双天啊 关天的各位 哎 开联组我特别赞本 但是有一点 你要注意什么呢 食品的安全质量 哎呦 你啊 就是我的神 神什么呀 我就是一个卖炒饭呢 哎 来妹妹 行 我会常来的 慢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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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收摊了 卖炒饭呢 卖炒手席秘书安邸 卖尊龙黑卡 恭迎二爷入主谢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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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协 二爷 请您接卡 我认识你吗 我认识你吗 姑娘 你们不会是骗子吧 二爷您误会了 我对您说的 句句属实 我就是一卖炒饭的 什么二爷 你们搞错了 没搞错 你 就是谢氏二爷 你 你怎么不够长得一模一样 不用切过来 你我本就是双生兄弟 自从我接管谢氏以来 我找你整整十年 没想到我谢明锐的弟弟 竟混成这副母样 你说 你是我哥 没错 你不记得也正常 毕竟你拐走的时候 只有三岁 那怎么现在找回来了 因为我要你回谢家 代替我掌管谢氏 所有在华夏的业务 凭什么呀 那是你谢家的事 因为你姓谢 姓谢的人多了去了 再说 我就是一卖炒饭的 没那本事 真的这样 二十岁 你就在海外成立了公司 一跃成为全球商界新贵 炙手可热 二十五岁 你就已经财富自由 公司市值过千亿 若不是莫名其妙的失踪 恐怕你今天的成就 难以想象 就算你这样的伪装 也掩盖不了这些事实 行 你还掉着 那我就实话跟你说 我现在有心爱的人 我只想过那种 普普通通老百姓的日子 况且我现在有一孩子 以前那种勾心斗角的日子 我不想过 所以啊 你别在我这脑费时间 就凭你身上留的是谢家的血 注定不能平凡 你好好考虑一下 时间不多 时间不多的是你嘛 来来来 让让 别把你撞了 贝基 即刻回米 首席 二爷他会不会 放心 那会来着 我怎么 不好意思 路上当个了 知道了 CBD炒饭一哥 抬起来你 我们这些人 平时大鱼大肉吃腻 今天要好好尝下你的手艺 只要你炒得好 这十万块 就是你的 我 给我的 别废话了 把你带东西呢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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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帮你饭去 来来来来 来来来 来来 曼曼 我跟你说啊 我今天遇到一大赏 不是 我接一大单 马上就能攒够咱们买房的钱了 曼曼 马上就能攒够咱们买房的钱了 到时候 咱们一家人好好生活在一起 来 饭炒好了 你们吃热吃 没什么事儿 我先走了 炒饭呐 去叫莫总来吃饭 这一万块就是你的了 叫个人就一样 干嘛不去 行 莫总 饭炒好了 妈的 您是不是 谁呀 老子这才刚开始啊 莫总 等会儿出去也是可以的 不用这么着急 行了 没兴致了 走吧 谢谢 麦炒饭呐 好大的胆子啊 你叫老子的好事儿 就是 真好 妈妈 谢特 不是你 怎么是你儿 快站住 你给我说清楚 你怎么在这儿啊 曼曼 如果我没猜错 她就是你儿为风俗吧 小子 我调查过你 你不就是一个 一无是处的屌丝吗 曼曼这样漂亮的女孩 跟着你 那不是 抱点偏雾吗 原来是个屌丝呀 我说哪来的 醇酸味呢 陈秘书 这种屌丝缠上 这什么好事儿 我看你呀 大家诚实想 原来你一直都知道 那又怎么样 我就是喜欢有福之福 你不觉得很刺激吗 你无耻啊 对 我就是无耻 不过 我还得谢谢 把曼曼调教得这么好 千封淫妇 你会一直 背着你偷情 谢明赫 你也太看得起自己了 我跟莫总 向来都是光明正大 我看你还是不明白 不提金钱 地位 如果一个女人 长期吃不饱 那她还有什么理由 可离在你身边呢 哈哈哈哈哈哈 原来是你小子不行呢 哈哈哈哈 难怪 这秘书会用莫总来刺润呢 哈哈哈哈哈哈 就是 莫总能给我想要的一切 包括那方面 而你 就是一个连买房钱 都拿不出来的废 真漫漫 让我这些年 对你的好 对你的照顾呢 啊 这帮恬不知耻 不考虑孩子吗 谢明赫 实话告诉你 你对我做的那些 我根本就不在乎 甚至 十分恶心 还有孩子 不好意思 人不是你的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 什么 这不是我的 不可能 不可能 莎莎一定是我的 你说谎 不信是吧 莎莎 莎莎 烧爸爸这儿了 爸爸 莎莎 爸爸给你买了 你最喜欢的奥特曼 你等着 我给你拿去 你看 莎莎 你才不是我爸爸 我爸爸有很多很多的钱 还是莫氏集团的总经理呢 莎莎 你 爸爸 嘿 哈哈 就是你最喜欢的奥特曼 我才认你爸爸 小子 只有你把这个玩具当成宝 我已经把开发奥特曼的公司给买下 莎莎想玩 是不是我多少又多少 莎莎 我才是爸爸 什么不这儿了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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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莎莎 我才是爸爸呀 莎莎 过来 上爸爸这儿了 莎莎 莎莎 爸爸我怕 你拿去 我送车也带走 是 莎莎 莎莎 啊 没关系 孩子还小 对 对孩子还小 等他长大了 就知道谁是真正的爸爸 哈哈哈哈 你小子真是冥顽不灵啊 谢明赫 看在你养了我和宅宅 好几年的份上 就让你四个明白 我 我是我的本事 哈哈哈哈哈 笑死人了 搞了半天 爱是个街盘侠 哈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 小子啊 你现在应该知道 你有多无能了吧 这个世界就是这样 女人都是牧强的手 你给不了 对我莫续怀来说 简直不值一天 真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 你也不看看你什么样 我陈漫漫会生你的孩子吗 陈漫漫 谁吃盘中餐 历历皆辛苦 去玩炒饭了 这么多炒饭扔了怪可惜的 给我们的炒饭一个吃 吃不完 孟春总 炒饭来了 吃吧你 吃 吃 吃 你吃 我不吃 给我吃 我喜欢 怎么你还想打我呀 来 来 前夫淫妇 我不会放过你们的 是 我等着你 你们几个 我好好伺候 宝贝 怀哥哥 刚才啊 太扫兴了 我一会儿一定好好伺候你 打 你 直到我今日才能办 没钱 没权 就只能任人摆 受尽屈辱 莫徐怀 陈蔓蔓 感谢你们打赏 我不切实际的美梦 让我彻底觉醒 从今天开始 我的身份 会让你们高不可攀 阿姨 究竟是谁 竟敢把你伤成这样 安丁 你们刚才对我说的话 敢还作数 当然作数 二爷 您这是想通了 我有两个问题要问你 第一 现实所有的决定 可由我输了算 当然 第二 现实所有的资产 可随意由我调配 随你支配 很好 莫徐怀 陈蔓蔓 此仇不报 非君子 从现在开始 我会把你们踩在脚下 二爷 您这是答应了 安丁 你应该对我换一个称呼 从今天开始 向我卸走 我可以假扮谢苗瑞 但是我只有一个要求 就是我的决定 不容置疑 二爷您放心 即便是首席在这里 也不会有人对您的决定 提出异议 那行 我答应你 不过 首席 他希望您能替他履行这份婚约 婚约 开什么玩笑 就算我们两个人神似 那也不是一模一样 这怎么能糊弄得过去 这一点您大可放心 首席他这么多年以来 一直畏惧幕后 未曾抛头露面过 所以即便是婚约对象 也对他的身份一无所知 这点您大可放心 行 我答应你这件事 这个心 搞什么名的 进 雨菲 这几份文件已经处理好了 给各部文分发下去吧 好的 程总 低温默氏与谢氏 签订了合作协议 这种情况之下 会不会对我们不理 无妨 默氏底蕴不足 即使拍上了谢氏的安定小姐 对我们也造成不了威胁 别忘了 我们万华 才是平津商业之手 走 陪我去见一个很重要的人 是什么样的人物 能让您如此重视啊 我素未谋面的未婚夫 程小姐这是什么意思啊 谢先生 这是作为给您的补偿 婚约一事 就此作罢 您看 程总 不好了 逐日相模被不明商业拒击 目前受损严重 恐怕 如丽回天 怎么回事 通知下去了 召开紧急会议 就算你现在回去 结果也不会改变 现在放弃您手上所有的项目 把去年费劫的高筋项目 重新捡起来 谢先生 您这话是什么意思 杭总 咱不用 听谢先生说 因为这样 你们就会获得谢氏一笔不小的投资 稳定现在的局势 你只不过是一个底层的穷雕丝而已 你竟然敢教我们做事 你 信不信 打个电话一试便去 安迪小姐 我是程之运 我们准备重启去年的高薪项目 谢氏 什么 你们要重启高薪项目 这好 你怎么我都是这么 咱们不应该相信的数头话 太好了 你们早就应该这么做 我代表谢氏 几何向万华集团 助资料拜议 安迪小姐 这么快 谢氏 谢先生 您不会和谢氏有什么关系吧 我确实是一个一事无生的屌丝 高班不及诚和老姐 所以这个 您还是收回去 谢先生 这婚我不退了 二爷 今天墨家的签约会 您要不要替首席出席一下 也好迷惑一下大家的事情 墨人 墨去怀 是 我当然要去 我自己进去就行 你在外面随时待命 替我安排 是 二爷 还有 你赶紧给我整套像样的衣服 这就去复会 赵总 黄总 黄总 欢迎 欢迎 请便 宝贝 今天这几位 可是文莫氏 重要的客户 一会儿 你可要发挥你的优势 把他们给我赔好了 知道了 放心吧 黄总 去吧 李总 梁总 幸会幸会 敬二位一杯 谢谢 陈秘书 那是越来越漂亮 可不是吗 莫氏讲了 莫氏 别来无恙啊 谢明赫 你怎么在这 这个人是谁 平均上流社会的人 我都见 这副面孔 确实陌生 两位老总 不必惊讶 他就是我的废物 前男友 谢明赫 你该不会 是尾随我 混进来的吧 别再纠缠我了 在我眼里 你就是一个 死皮赖脸的死狗 没有丝毫尊 陈蔓蔓 有没有人告诉你 你很蠢啊 趁着我今天心情好 赶紧 像你这种货色 有多懒得砍掉 怎么 被我戳中痛处了 谢明赫 看在曾经的情分上 我劝你一句 早点走 今天是墨家的宴会 你再闹下去 就是自诩死路 好啊 那我倒要看看 今天我的下场 我博 狗窃挣扎的 社会底层垃圾 小子 瞧你这副 寒酸的样子 拿来的底气 纠缠陈秘书 大家伙你都看看 你穿着不知道 租了多少手的衣服 来我墨家的宴会 怎么 你是绿帽子没戴够 还是来我们墨家 蹭吃蹭喝呀 别不好意思 看在你为我墨续怀 养了这么多年 儿子的份子 等宴会结束 剩菜剩饭 都是你 别怕 这次没有狗 便给你抢了 谢明鹤 我劝你还是不要 死皮赖脸留在这里 免得脏了各位贵客的眼 你早点走 兴许我还能高看你 我谢明鹤 还轮不着你来高看一眼 因为你这种廉价的女人 不配 是是是 我不配 我忘了 你谢明鹤呀 是一个连买房钱 都拿不出来的废物 跟你说这些 就是对牛看起 少拿住你那副 惺惺作态的嘴脸 自以为是 还想起身上楼 该滚的人是你 也不失抬决 陈秘书对你容忍至今 有死难得了 谢明鹤 你今天的所作所为 就是一个跳梁小丑 给大家 平添一份乐子吧 笑声 我无匿冒犯 我只是觉得 今天在座的各位 跟你一样 都是垃圾 你 小子 在座的可都是平静 各含你的大了 你如此出言不逊 是想要整个平静商界 做对吗 那有 平静商界的 大亨名流权贵 连这种水性洋花的女人 都看不透 难怪这平静的商业 乌烟瘴气 因为你们这种 根本就上不去台面 谢明鹤 你再说什么笑话 也是 你的存在本身 就是一个天大的笑话 忘了告诉你 你辛辛苦苦 养了这么多年的孩子 现在在墨家 成了无比尊贵的长孙 娘的 这慢慢 我说过 迟早要真话 来呀 惩罚我呀 惩罚我呀 我 老公 我叫我 放开 那人 他给我扔出去 我看谁敢动他 张总 我知道你是个热心长 来者是客 但这是我墨家的事 墨总 我可没有什么先行雅致 做好人好事 但是他 我管定 看来 陈小姐 是铁了心 要跟我墨师 作对了 作对 墨徐华 你未免也太高看自己了 就你们墨家那点规模 我陈之运 根本看不上你 陈之运 你 陈总 虽说你们万华集团 贵为平津商界之首 但为了一个 素质相干的人 就打压墨总 这样做 未免太过分了吧 对啊 你们口口声声骂的谢明赫 是我程之运的未婚夫 这还叫多管闲事吗 陈小姐 为了我玩这么大 值得吗 谢先生 为了你 当然觉得 谢明赫 又说你一从进门开始 显得一副胸成竹的样子 原来是攀上了万华集团 这根高枝啊 墨许 我希望你得知真相之后 还能摆出这副高高在上的模样 真相 真相呀 他其实就是个卖炒饭的 卖炒饭的 这有错吗 冯总 他的身份 大家伙可都知道 难不成 只有你一个人 被蒙在鼓里 周玉帆 你背叛我 墨总呀 帅气多金 对我有求不一样 我何必给你程之运当狗呢 看来我猜的门碎 万华集团的商业危机 是你一手挡着 是你泄露过去 你 你原来早就知道了 一开始我也只是怀疑 因为你们的项目 只有莫氏感兴趣 至于他 有了陈漫漫这个女人的 前车之鉴 像他这种 一开口我便得气 程总 良心择目而心 茂总现在已经靠上了谢氏 顺利拿下那份合约 过了今天呀 必定会一飞成天 名正言顺的成为平津商业之少 而万华集团 现在已经开始走向你 想必不久呀 谢氏那二百亿的注资 也必将会消耗代价 到那时 万华 只剩下死路一条了 这就是实力 等我面进了那位大人物 我末世将得到的注资 会是天文数字 在场的诸位 都将与我共享融化 而你们万华 将成为历史 而你程之运 会因为这一个废物 而变成平津商界 永远地吃入 对了程总 我还是好心地奉劝你一句 这个人呀 就是一个骗子 我劝你 还是及时地悬崖乐马 及时止损才好啊 谢明鹤 你看看你多晦气 走到哪儿 哪儿倒霉 程总 现在后悔 还来得及 程小姐 万华要是倒了 我墨家家大业大 若是程总 能够软得下身段 伺候好我 想要什么 尽管说呗 你无耻 我真的是卖炒饭 但帮了 也是真的 谢先生 我相信你 既然如此 我绝对不会让你失望 程小姐 你说你一个商业精英 怎么也是恋爱脑啊 为了这样一个废物 而放弃整个城市 今天 真正的赢家 只能是我 你错了 今天的赢家 只能是万华 等明天万华早 有你们跪地求饶的时候 好啊 但我们是米带了 安丽小姐突然造访 实在是受宠若惊啊 恰好路过 就顺便把合同带来 安丽小姐 您这是什么意思啊 我可没说 这是给你们漠视 程小姐 谢总特意叮嘱我 这份合同 一定要亲自交到您什么事 这怎么可能 安丽小姐 您是不是搞错了 难不成你们 是在质疑谢总的命令 是不想混了吗 可是安丽小姐 别废话了 我还有证实要办 程小姐 这份合同价值五百亿 还请您过目 什么 五百个亿 这个真的是天价 哎呀 是不可能 这根本不可能 既然是谢总准备的 那就无需再看 这次还有人质疑谢先生的能力吗 墨西华 看来这次我成之运 赌对了 现在 你还觉得自己是今晚最大的人家吗 不可能 谢明浩 到底是谁 难不成 你真的是 现在 还有人质疑我的身份吗 安丽小姐 她真的是 谢氏集团的掌权人吗 你什么身份 这也是你配过问 你们末世 就自求多福吧 谢明浩 不不 谢总 是我右眼不是泰山 我瞎了我的狗眼了 我跟你认错 我跟你参写 谢总 谢总 你就饶了我这一回吧 求求你了 饶了你 可以 安丽 在 刚才你让我吃残羹冷饭 现在 我要看你吃 谢总 是是是 谢总 我吃 谢总 我吃给你 走 你 好吃吗 好 谢总 好 谢总 就像你跟 мор安压过的吧 默徐华 我们的 账 包括 安丽 这里交给你了 是 怎么会是这样 完了 人全完了 亲爱的 在人家一起走吗 松手 真慢慢 哎呀 你嫌你脏 你听不懂吗 谢明浩 你干嘛对我这么冷 什么 陈漫漫 你对我做过什么 你都忘了 你还真是恬不知识 还有脸来求我 那 那只是人家 对你的考验吗 你要是早点告诉我 你的身份 我也不会跟墨讯话 你够了 你无非就是看着我的身份 我告诉你 对我的伤害 我永远不会忘记 这笔账 我慢慢跟你算 谢明浩 你无情无义 无情无义 松开 不 放开 还愣着干嘛 还没快把人给我拉开 放开我 放开我 陈漫漫 人贵在有自知之明 如果你再纠缠谢先生 我成家的实力 你是知道的 我会让整个华夏 都见识到你丑恶的嘴里 懂吗 程小姐 感谢你出手解围 不知道能火赏脸 请你喝个咖啡 好啊 在这样的场合下 还能应对自如 还有安定 恰到好处的出现 这人绝不简单 对我万华 绝对百利而无一派 程小姐 这样看着我 让人怪不好意思的 谢先生 今日一事 又让我对你 多了这么好奇 程小姐 你不会认为 今天这一切 是我有意而为之吧 当然不是 谢先生 必然不是这种 无聊之人 定是莫续怀 他有眼无珠 咎由自取 那程小姐 你就不好奇 我是不是这谢氏的 幕后整全人 谢先生 想说的时候 自然会说 但我知道 我程之韵的未婚夫 必然不是持终之物 程小姐果然是个聪明 看来 我给万华这五百亿 我没有做错 既然谢先生 对我赞赏有加 那可愿随我 一同回去见程家长辈 见家长 程小姐 这也太快了吧 谢先生 你不必推辞 你我本就有媒妇之约 何况你之前 也没有拒绝 那就证明 这份会约还作数 而且 我爷爷早就想见见你 这位成文快婿了 不是程小姐 你听我说 谢先生 这个 是我爷爷的情节 明天晚上 我们不见不散 你叫 不是程小姐 我 这有意思 这女人怎么不让人说话呢 程总 我们刚才的态度 会不会有点太倒贴了 那个人看起来 怎么有像是一个伤 你爸 大方 至于你的言辞 不要乱说话 这个人即使不是谢氏那位 也绝非你想得那么紧 程总 你这怎么看出来 直觉 我的直觉不会错 即使他没有什么通天的背景 但是 以他的才华 将来在平津商界 也必定是翻云覆雨的人 况且 他身上散发出一种淡淡的神秘 他真是让我越来越好死了 我想 我有点喜欢他 程总 您不会真同行了吧 我要没看错的话 他给安迪发了信息 安迪才进来的 暖信里安迪称他为二级 如果他不是谢氏集团的人 又会是什么身份呢 判方 加派人手调查 这个难 真是让我越来越兴趣 二爷 自打投资了万华集团之后 高线项目的进展十分不存 不得不说 您的商业嗅觉 丝毫不在首席之下 程志运呢 您毋庸置疑 可以继续提供支持 对了 给我准备一位后路 今晚成家寿宴 就以谢总送过去 以谢总的奴役 莫非您是想替程志运造势 准备力挺万华集团 不错 如今的平津商界 大家都知道 只有万华拿到了咱们谢氏的投资 这样一来 所有人的矛盾都会指向成真 但如果是背后 谢总身份的加持 我怕那些人不感兴趣 二爷英明 对了二爷 孟家公子孟金燕 已在门口求见多识 您看要不要 孟家 那个做海外业务的孟家 正是 这些是送给谢总的一点点小心意 不知谢总他 孟公子请回吧 谢总已去海外多日 等他回来 您再来拜访吧 谢总他人在海外 是的 孟公子 恕不远送 既然谢总在海外 看莫家 昨晚的签约宴上市 喂 孟总 有时间吗 我这里可是有一个 真大的考虑戏 你可不能错过 这些名字 到底是不是 谢氏的掌材人 暗地小姐 你不给我浇湿你 骂你 孟兄 何必这么大好气啊 我来 可是给你带来一个好消息 孟公子 有什么好情绪 陈志运的这个问吩夫 并不是真的写走 孟公子 丝毫合意 那一晚安迪小姐在这 她的态度 我们可是尽收言 孟公子 话可不能乱说 难不成 你有证据 当然 我收到家库来自海外的短信 他告诉于我 他可是刚刚见过 真的写走 而且 谢总在海外 多日的这个消息 可是安迪小姐 亲自告诉我了 这么说 谢明赫 当真是个冒牌货 那 安迪小姐的态度 怎么解释 这你可就多虑了呀 如果换成 你是安迪小姐的话 再谢是 如此看漫迪小姐 安迪小姐又怎么会 当着重人家 来参陈之音 哦 原来是这样 谢明赫的臭小子 竟然敢骗老子 我现在就是找他算账 莫秀 别那么着急嘛 你我 可是都说到了这个呀 恶事这个谢明赫 同样出现在 陈爷爷的受论上 你我在当面 才能打 但且不是 更加的杀人 你同心 如此 万华集团 闭扬嘴 升龙扫地 那我得 皆可获得这五百亿当中的 一杯羹 可是孟公总 您这就是为什么 你可不差这五百亿 没错 我可看不上这七七五百亿 我要的是 这平清的第一美人 陈芝玉 好 那合作愉快 合作愉快 程总 我刚刚收到消息 谢氏的实际掌权人 在前几日 已经去了海外 我想 那个谢明赫 可能真的没有 您想象的那段 被告权重 无妨 即使他和谢氏 没有关系 但就凭他那晚 顾在我身前 并坦然地面对 质疑的这份气魄 也足以让我陪伏 韩方 废车 我已经迫不及待 陈芝玉 见面了 您好 请出示您的请帖 请 谢谢 等一等 谢明赫 真是你啊 最传来的人魔狗样 怎么着 想进去啊 不然 说你就是一卖炒饭 这种上导刺的地方 是你该来的吗 李瑶 我跟你同学一场 我奉劝你一句 你这狗眼看人 第一个脑饼 得改一改 不然 你吃亏 我 吃亏啊 谢明赫 你恐怕是不明白 是飞云国际的运营总监 你以为了什么 我靠这谁来了 不得给我几分不灭 也是 跟你说这上流社会的事 你也不了解 不了解的人啊 是你 你只不过是一个万华旗下小酒店的运营而已 你啊 配住我的人 这站着 你啊 这几年不见 吹牛的本事是丝毫不假 我 我让你放人 谁他妈让你放狗的 李总 可是他 他有这个 妈 你还真有情节 谢明赫 这情节 该不会是你伪造 李奥 不要用你的小人心思去揣刺我 这情节 货真价实 不信你可以让人去验 来打住 我可没有这个闲心 陪你证明这种 不聊的把戏 哎 你要是想来蹭饭的话 想体验上流社会的火石 跟我明说 作为老同学 我必须给你这个面子 正好 我那后厨呢 差个跑堂的 你要是愿意干 还可以捡一捡 里面的残根剩菜 真相无明白啊 像你这种货色 也能混到这种 啊 程家是真的无人可用了 是吗 谢明赫 在程家的地盘 侮辱程家 你还是头一个 谁给你的勾单 那又怎 就算他程之运在的 我这话也照说不误 你还敢对程总不敬 他想让你死 就是一句话的事情 今天的寿宴 就是承扎要求 不然 你以为我喜欢来这种 喧闹不堪的场合 啊 你还在这儿大言不惨 就凭你这种货色 也被入得了程家的你 啊 你说出这种话 谁给你的雄心暴走的 信不信有你 我警告 你要是再对我纠缠 出了什么后 怕你承担不情 撞枪做事 谢明赫 你还小威胁我 真是天大的笑 哎呦 莫总 您来了 我们几位 也是来参加 程老爷子寿宴呢 是啊 李经理 这是怎么回事 你怎么不让人进去 莫总 这您有所不知 那就是个臭要饭 我刚准备把他打得走 要饭呢 李经理 你恐怕 就贪伤大事 莫总 您这是什么意思 哎 谢先生 您也在这儿啊 莫许怀 你怎么这个态度啊 哎呀 谢先生 这莫总呀 对知情的事情 一直耿耿于怀 他觉得十分的抱歉 您呀 就别多想了 莫总 您是不是认错人了 这个谢明和我太了解了 他就是个卖炒饭的 您为什么对他如此尊敬 卖炒饭呢 这位谢先生 是陈家的贵口 陈总的未婚妇 得罪了他 这个饭碗 可就不饱了 啊 他是陈总的未婚妇 这不可能 怎么不可能 李瑶 你好大的威风 承总 他真的是您未婚妇 不知道 我真的不知道 一句不知道 就想为自己开窗 让着我们陈家的名义 作威作福 真是不知好 诺诞 郑总 您找到我这一次 我道歉 我给他割头 有养足的东西 留着你 只会继续地急他们催 谢先生 谢先生 您看在我们是 老同学的份上 把我给陈总救个亲 李瑶 我都跟你说过了 你得罪我 后果你承担不起的 谢平和 求你 来人 带走 陈总 我真的不知道 陈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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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先生 不好意思 是我叔父了 让你受委屈了 没关系 只是一个小插曲而已 莫总 刚才为什么要帮 谢明和那个混蛋 他明明就是个冒牌的货 我当然知道 但是 咱们别忘了 我们的计划 是让他在公众面前 显出原形 在这个地方说出原文 还有什么意义呢 原来如此 莫总高明 好了 咱们 来进去 这好戏啊 就要开场了 不过城老爷子七十大臭 不过城老爷子七十大臭 哈哈哈哈哈哈 诸位 大家有心了 今天能在百王之中 来参加老夫子寿宴 我们成家 倍感荣幸啊 在此 我向大家表示 热烈的欢迎 好 请大家落座 落座 哈哈哈哈 坐坐坐坐 请坐请坐啊 大家今天吃好喝好 高兴啊 哈哈坐坐坐坐 爷爷生日快乐 这位就是我和你说过的 我的未婚夫 谢明赫先生 哦 城爷爷 生日快乐 哈哈哈哈 未婚夫 姐 你是找了个什么样的男人 就算是未婚夫 也不能空着手吧 这还没结婚呢 结婚之后 还指不定要飞上签了 对吧 不要胡说 城爷爷 给您准备的礼物 还在路上 还需再等 行了 就别在这装枪做事了 你要是没本事啊 最后别追我去 也别跟我们程家沾边 你回头看看 在座的各位 哪个不是有头有脸大人 谁能像你啊 在这摆这么大的谱 我说过了 礼物还在路上 况且 我送给城爷爷的礼物 在座无人能及 装枪做事 姐 我劝你啊 赶紧跟这人掰了吧 这人啊 他不行啊 程超轩 你还有没有规矩 姐 你说我干什么 我这可是为你好 小醋崽子 闭嘴 哎哟 老爷子 干嘛发这么大的火呀 醋崽子 你给我记住 这位谢先生 是咱们程家的救命恩人 谢先生 别请你小醋崽子 胡言乱计啊 快请坐 快请坐 哈哈哈哈 我说这位谢先生 你可知 我女儿在平津何等地位 当然知道 知运才能卓绝 短短几年 就带着万华 成为平津商业之首 而后 又因为容貌初衷 被冠以平津第一美人的名号 不错 既然谢先生都了解 那你可明白 从古至今都讲究过 门当户对 那请问谢先生 你在平津可叫得上名号 妈 你说这我干嘛呀 爷 咱妈这可是为你好 我看这小子呀 你只是长一张吃早饭的脸而已 程少许 你是不是太过分了 你知不知道 我们程家 在谢先生年里 不过是九云一毛 姐 你什么时候变成恋爱呢 这家伙给你下了什么名号 让你帮着他说这种无话 你别多准 听谢先生说 回伯母 在平津 我的确无 好 所以 你何德何能 做我们成家的女婿 按照您的说辞 这纸婚约 就只能作废 你还算是聪明 凭一纸婚约 就想跨越阶级 无疑是白人做梦 这爱蛤蟆想吃天鹅肉 还想高攀我们成家 高攀的 只能是你成家 我劝你死这条心吧 就算你嫁到我们成家 咱们成家还是容不下你 到最后还得对我们赶走 程少许 你再做我口无遮拦 活言乱语 你现在 立刻给谢先生道歉 你是不是疯了 打你弟弟干什么 爷爷 你到底管不管 我姐居然为了 这个下三难打我 什么 你说谢先生是下三难 你可知道 谢先生是咱们成家的 救命恩人 没有谢先生 你们的心安理得 都坐在这儿 没有谢先生 咱们成家早就破产了 爸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妈 你怎么还不明白 如果不是谢先生相助 我们幻华 怎么挺过上次的危机 我们成家 早就在平静出谋啊 难道他就是 姐 有那么夸张吗 公司的事 在哪里 夸张 前后足足七百亿的 天价主资 都是拜谢先生所赐 你们娘俩呀 这是不学无术 目中无人 我们成家的脸面 让你们娘俩都给丢尽了 爸 您看你这话说的 快 让你谢先生道歉呢 妈 你居然让我给他道歉 闭嘴 儿子 这可是尊大福安 文传言说 他是现实的大王 你要是把他哄好 这以后不是药神裸神 啊 哎呦 我说好女婿呀 你看 咱们马上就是一家人了 你这藏着掖着的 这不是平白自造误会吗 啊 哎 就是 姐夫 刚刚是我错了 有眼不识太善 哎 您饶了我啊 现在是 好女婿 好姐 我 谢先生 我接他们娘俩 给你道歉了啊 这个事别放在心 别放在心上啊 您客气了啊 小事而已 这不是共事道吗 哈哈哈哈 雪明鹤 看到你备受尊重 我就放轻了 看到你备受尊重 只真替你开心呢 莫训文 你的态度 还真是不比刚才啊 哦 难不成 你还真把自己当盘菜啊 孟公子 今天是我爷爷的寿宴 我希望你恪守本分 不要凭听事 莫总 哈哈哈哈 你能来我老头子的寿宴 我万分感激 可是你对我的贵客 出言不信 却有闹事嫌疑啊 老爷子 晚辈无意冒犯 只是怕您在这大好的日子 被自己的孙女 骗 莫训华 你有话直说 拐弯抹角的有什么意思 哎 程总 你做了什么事 心里该清楚吧 谢明鹤 你怎么不磕身了 知道自己装不下去了 你们在干什么 这是我程家的地界 容不得你们在这放肆 赶紧滚 我姐夫可是现实 决那大人 得罪了她 你们小小莫是担当的情 哈哈哈哈哈哈 你说她是谢氏的大人啊 你这个姐夫 就是个冒牌货 胡说八道 莫许晗 你再次造谣 有何举行 哎呀 程总 你别着急呀 难不成 是被莫总 给说中了 程总 你随便找个人 冒充 谢氏的高层 但烂泥 终究是乱 假的 永远真不了 莫许晗 我看你罪翁之意 不在准了 你莫是 莫非也对着五百亿 眼红了 没错 程总可知 这个冒牌货 一旦包括 现实如若追踪下来 你们万华的下场 可想而知 上次安迪小姐没有拆穿 那是给你几根裹面 可我 莫许晗 不是什么擅长 你怎么就这么自信 觉得这一切 都是我程君操控的 哼 可不就是你自导自演吗 借机抬高 成是身价而已 孟许晗 你这脑子 我 我真是佩服 谢明赫 事到如今 你还要嘴硬吗 没错 我的身后 的确没有谢氏 作为靠山 没错 我背后的靠山 的确不是谢氏 因为我 才是谢氏的靠山 别上钩 莫总 别上钩 谢明赫 我们等的就是你这句话 看来你们是有备而来啊 郭许晗 你是个聪明 但只不过 把这聪明用错的地方 谢明赫 我劝你还是实话实说吧 别自寻死路 自寻死路的人是你 谢明赫 你别硬撑了 你不过就是个卖炒饭的 被我玩腻了 一脚踢开的废物 什么 卖炒饭的 程志玥 这到底怎么回事 谢先生就是谢先生 我从来没让他冒充过什么谢氏的掌权人 至于你所推测的一切 我倒想问问 你有何证据 梦经验 梦动子的 证据 来了 志玥 别来无恙了 孟公子 是孟风把您给吹来了 瞧你这话说的 真爷爷不受 我岂有不来的道理啊 再说了 我对你的心意 你还不懂吗 前几日我听闻 你突然多了一个 到场马路过婚夫 先来巫室 打探了一下 倒是发现 还挺有趣的 孟先生 这到底怎么回事 哎呀 孟公子 快把证据拿出来了 扒开他的皮 让大伙都看看 他到底是个什么货子 我倒是挺好奇的 你没有什么证据 哎嘴 好啊 那本上就给你玩上一玩 孟金啊 你到底要干什么 今天可是我爷爷的寿业 不是让你胡闹 没关系 事已至此 这寿业 无半也罢 我倒要看看 今天闹出个什么结果 陈爷爷 小的今日前来 是彻底为您败寿的 请能让您扫兴吗 来人 上礼 陈爷爷 这些真奇珠宝 以及豪车名宅 价值数十亿 今日 全部作为受礼 送一陈驾 哎呀 孟公子 你真是大手笔呀 小子 这就是你我之间的差距 就凭你一个群鬼 别敢寄予之悦 当然 凭这些东西 还不能够入知音的把影 所以 我还特地准备了一份 价值百亿的海外订单 我亲自送给你 来证明我的真心 只要有我在 万华总有一日 会冲出瓶颈 直打戏 孟公子 您言中了 万华的前途 我会自己争取 况且 我和孟公子也没什么交集 这些礼物 我实在不敢说 为什么呀 这也为他个废物 孟公子 如果你再对我的未婚夫出言不逊 我只好把你请出去 芷芸 你醒醒吧 他就是一个伪装的烂泥 你怎么到现在执迷不悟呢 哎哟 这 这什么呀 孟公子 你送的都是什么垃圾 垃圾 那我倒要看看 你这个冒牌货 能送出什么样的争议啊 哼 谢公子 那可是大人了 肯定不会拿不出 像样的东西 姐夫 得罪了我们成家 后果 你得颠颠他 女儿 孟公子出身名门望族 他怎么会降身于 其谜 跟他一般见识 他说的话 定然是真的 至于这个人嘛 装枪作势 必然是个冒牌货 人言可畏啊 不过事实胜于雄变 等一会礼物到了 你们 就全都明白了 还在嘴一样 你当真以为我没有证据吗 哦 拿出来看看 既然你想死 那我就让你死个门呗 谢先生 我还是备车先送你回去吧 这种场合 不参与也罢 程总 你可是要想好 他要是真走了 那你就成为众师之地了 见识 所有人的矛头啊 都要指向你 到时候万华 势必要名誉扫地啊 那又如 我纵横商界多年 什么风浪不见 这等小事 我程之运一个人担着 来人 背车 送谢先生离开 程小姐 你的心意我领了 但我看来 你对我的身份也先曾疑虑 我 既然如此 放心 今天晚上我就会向你证明 你的选择是正确 谢明赫 你当真是死猪不怕开水烫了 在场的诸位 都是平心有头有脸的人物 重头戏 马上就开始了 难道你们都不好奇吗 谢明赫 我十分佩服你的勇气 事到如今 还能做到面不改色 不得不说 我对你还真有点刮目相看了 话别说得太 鹿死水手 还不一定呢 说得好 老夫退隐多年 难得热闹一回 今日若不给我一个交代 你们谁也别想走 来人 给我封茶 谢明赫 事情闹得越来越大 这个 茶池难逃 无论结果如何 我程知悦 与谢先生 共进他 知悦 你知不知道 如果你这么做到后 我是什么 他只会脱雷 女儿 你的脑子是不是坏的 我们程家的基业 可不能坏在一个外人的手里 唉 程知悦 看来程家 终究是在劫难逃了 别说废话了 孟金 你的证据呢 他 根本就不是 谢氏集团的幕后掌权人 而真正的幕后掌权人 一直在海外 在海外啊 早就听说谢氏海外爆雷 要是如此 谢总也在海外 倒也不意外 想想就能知道 这么多年 除了谢氏的高层 没人见过谢总真正的模样 更别说 一个小小的平静了 想取程知悦 那话更不信 哎 孟静子 你这话谁都能说呀 你怎么让我们相信 你不是在说谎啊 我这里有一份录音证据 安静诸位 与我一同见证 孟公子请回吧 谢总已去海外多日 等他回来 您再来拜访吧 今日我恰巧录过谢夫 想着能不能有幸 去拜访一下谢总 这段录音 就是当时录下的 而录音之中 说话之人 正是谢氏集团的安迪小姐 这录音 可还会有假呀 姐 我早就说过这个人来路不明 不可轻信 没想到 居然被你个废物给骗 好啊 还真是赖喊喊 想吃天鹅肉 你把我们成家 耍得团团准 谢明鹤 你到现在 还有什么想说的吗 你怎么就能确定 安迪说的是实话 而你 你又怎么能肯定 当时我不在线 你的意思是 这份录音是假的 这份录音是真的 谢明鹤 你终于承认了 早正如此 你又何必苦苦支撑呢 拖延时间 只会让大家更加厌 只不过这是我兽医安迪这么说的 他只是替我转达而已 笑话 那既然如此 你又为何避而不见呢 你算个什么东西 配进我家门 你们孟家跟我谢氏的合作 屁大点事 用得着我操心吗 你说对了 我孟家和谢氏集团的合作 的确有人在处理 只不过那个人 才是真正的谢总 孟军 你什么意思 谢先生已经解释得很清楚了 你为什么还要那个声势端 芝月 我要是没有十足的 我怎么会摸着 得罪成家的风也大闹受咽 反倒是他 一直在呼叫乱着百般变弃 事到如今了 他还在找借口为自己开拓 老爷子 看来这个事情已经水落石出了 孟公子不可能因为这种事情 在这儿杀活 好啊 我早就知道你不是什么好你了 不仅骗了我姐 还拉我们成家下去 来人 关闹死他 住手 陈少轩 你想干什么 姐 都到这种情况你居然还帮着他说话 张小姐 这天底下好男人多的是 您真的要为了这一个废物 而导致成家万劫不复吗 你觉得值吗 还有 如果真正的谢总 怪罪下来 你们成家 担待得起吗 哎呀 莫续怀呀 都这个时间了啊 好好地自己考虑考虑 你 谢氏集团 李大 谢家 谢家真的来送你来了 难不成 这个谢明赫 不可能 这只不过少喝罢了 好 求和 求和 我 我 安迪小姐亲临 有失远迎啊 失敬 失敬啊 老爷子不必客气 我今日只是代表谢氏来给您喝瘦的 哎呦 我老夫何德何能啊 受谢氏如此大礼 老夫 在此先谢过了 哈哈哈哈 程老不必客气 您不应该谢我 您该谢谢您自己 生了一个好孙女的 这一谢 都是谢总安排的 小梦 谢总这么细致啊 之夜 就连谢总都对你这么轻来有加 看来我们大家 对你的能力都低估了 不过这个冒牌货 既然安迪小姐都已经到了 相信真相 很快就会水落石出了 过去 事到如今我无话可说 这样你要想不明白 你问问 谢明霍 你还真是死性不改啊 胆敢对安迪小姐不敬 安迪 你告诉我 那到底是谁 看来是我来晚了 错过了什么好戏啊 安迪小姐 幸亏你来晚了 您要是来早一点的话 就她这种骗子 要不然也不会露出马脚的 什么骗子 难怪我一进来就觉得气氛不对 明明大喜的日子 却剑拔弩张的 看来是有人闹事啊 安迪小姐 我们无疑扰您的兴致 只不过这个人 几次三分冒充谢总 败坏谢氏的明证 我们才不得已出此下策 他冒充谢总 你们还真是让我大开了眼界啊 安迪小姐 如果谢先生多有得罪 我承之运 愿和他一同承担 还请安迪小姐告态归手 是啊 安迪小姐 这跟我们程家没有一点关系 我们也是被他给骗了 谢明赫 你坑惨了我程家 还不快给安迪小姐跪下斗欠 跪下 可以啊 你问问他 他敢受吗 谢明赫 你还真是死刑不改啊 既然如此 我蹦你一把 住手 莫续坏 这已经是第二次了 你想害死我不成 安迪小姐 我就是想帮你教训一下他 敢该教训的人是你 给我滚开 属下安迪 拜见血 属下安迪 拜见血 难道 谢见了 他说的是真的 安迪小姐 你没开玩笑吧 这个谢明赫 就是个冒牌货啊 我闭嘴 莫续坏 上一次的事情 还不找记性吗 安迪小姐 你是不是弄错了呀 他是什么人 我还不知道 他就是我陈蔓蔓 玩身着的垃圾而已 看来是你搞错了 就凭你 还不配入我们谢总 你 才是我们谢总玩剩下的垃圾 谢总 属下再次来迟 还帮谢总说饭 无妨 正因为如此 才能看到这出好戏啊 谢总 一切都是属下的事 您放心 今日安迪 必定点您的招 还愣着干什么 还不给我赶紧跪下磕头道歉 你们莫家 梦家 想自毁生路不潮 这 这是怎么可能的 难道莫家 真要毁在我的手上了吗 我不甘心 他谢明赫 凭什么压我一头 你们莫家 算个什么东西 还不配跟我们谢总相提病 还不给我跪下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凭什么 凭什么 莫总 没事吧 都是你 都是因为你 要不是你当初勾引我 我怎么可能落到这种全体 我怎么可能和谢总结仇呢 谢总 现在我把这个贱人还给你 你就饶过我这一次吧 求求你 求求你 俗话说得好 事不过三 你一而再再而三地得罪我 这已经是第三次 安迪 你说怎么解决他好 你们莫家 此会生路吧 是 安迪小姐 我真的搞不明白 你到底想到什么心思 难不成 你是要备犯谢氏 孟公子 谢总在这 你说话 可要谨言慎行啊 谨言慎行 安迪小姐 明明是你告知的我 谢总人在海外 怎么着 你现在是不敢承认了吗 没错 这话是我说的 但一切都是谢总的安排 我作为属下 只是奉命行事吧 好一个奉命行事啊 冒牌话 你到底给安迪小姐 下了什么套 连安迪小姐都被你欺骗了 我也真是低估了你啊 下套 莫金燕 有话不妨直说 什么意思 孟公子 安迪小姐已经重视了 谢先生的言论 一切都是误会经迎刃而解 你为什么还要撕咬这不方 孟公子 我们程家 差点听信了你的谣言 现在 你还想诬陷我的好女婿吗 婆婆 我孟家好歹是名门妄子 即便赌上家族的名义 我断然也是不敢妄言啊 我敢这么说 那是因为我手里面有铁针 注意证明 他就是个冒牌货 对对对 孟公子 你快把证据交出来吧 事到如今 不得不交了 二月 孟经燕都会不会 铁针 好啊 你倒是说说 你有什么铁针 哎哎哎 干嘛 一个手机就能变真假是吗 尽管得意吧 再过一会儿 你们就得意不起来 孟经燕 你真是吃了雄心豹子的 你可别忘了 你们孟家 可是谢氏一手提拔起来的 安迪小姐 正是因为如此 我才更要将真相 公布于众 实际不相瞒 各位 就在今日 我从谢府拜访归来之后 就收到了家父 来在海外的短信 家父告知于我 他已经见过了 真正的谢总 相信用不了多久 就可以水落石出了 对对对 现在双方各执于此 若按照孟公子所说 那真正的谢总 一定还在喊 那这个谢明赫 恐怕 真就是个冒牌货了 不止于此 如果孟公子索样非诗 安迪可就是谢氏的叛徒 这里面不为人之事 可就多了 孟金燕 我最后再告你一次 你最好乖乖认错 这样 我说不定还能想办法 放你们孟金燕 安迪小姐 你别再说了 我觉得 你现在还是应该考虑考虑 等谢总回来的时候 你怎么向他解释啊 明顽不灵 你们孟家 完了 行 家父这么快就来电话了 我看你这个冒牌货 还怎么交变 诸位 还请各位与我一同见证 我孟金燕 作言非虚 喂 爸 你 你知不知道 你跟我们孟家 生了多大的祸 爸 你怎么那么生气啊 我在把拉 你知不知道 你把谢总得罪了 这怎么可能 爸 我连谢总的面都没有见过 我怎么可能得罪谢总呢 不可能 你知不知道 现在站在你面前的就是谢总 爸 你是不是错了 他怎么可能是谢总 我个土栽子 孟家 要被你害散啊 孟伟东 这就是你交出来的好儿子 质疑我就算了 竟然还敢对谢总不敬 你说 这事该怎么处理啊 安丽小姐 实在抱歉 我替全子 向你们赔你了 向我赔你 你还是好好想一想 该怎么向谢总赔你 谢总 谢总 都是我没有好好管教的 请您看在我这张老脸上 就放他一码吧 孟伟东 说得轻轻 我们谢氏没少照顾你们孟家 你就是这么暴打我 谢总 我 我就这么一个儿子 我如何 请您高台背上 您想要什么 病人一定满足 算了吧 孟家的东西还看不上 不过既然你有心悔过 那你们孟家 就自断输入吧 从今以后 我们谢氏 断绝于你们所有 好吧 老夫 谢过谢总 否则 这次我孟家 几十年的地 就毁在你手上 等小子回来 看我怎么收拾你 你 你是不是看错了 我爸是不是看错了 他一直看错了是不是 我爸现在看错了 我们这帮狗 还不认错吗 我爸 完了 一切都完了 莫家 这又毁在我的手上 莫总 莫总 我来了 诚总 诚总我知道错了 你们看在我之前对集团 尽心尽力的份上 您这能不能让我回去 我保证 以后对你 忠心耿耿 忠心耿耿 周玉菲 你自己说这话 自己相信吗 查出你是内鬼的人 不是我 是谢先生 这件事 我做不了错 谢先生 对对对 谢先生 谢先生 我求求您了 您不是承送我未婚夫吗 求求您帮我说成好话 我以后好好报答您 两根三刀的东西 也好意思求我 安妮 吩咐给平津所有的企业 不得路用此 胆敢路有着 就是与我谢氏作对 来人 把他给我轰出去 亲爱的 我 少跟我来这套 陈曼曼 我对你的容忍 已经到达了极限 既然真是你的选择 就别怪我 请安妮 给你一分钟的时间 让末世给我破产 还有这对奸夫淫妇 让他们自生自灭了 是 来人 把他们严肯扔出去 谢敏赫 你不能这么对我呀 你今天处理着 莫金燕 接下来就该跟你算账 莫金燕 还是买死了我的手足了 莫金燕 谢总没有把你们梦家赶尽杀绝 已经是人之一尽了 从今往后 你们梦家就自生自灭吧 谢敏赶尽杀绝 你本出之王 我心事还以为你找我回头保佑 还敢猖狂 来人 扔出去啊 谢敏赫 我给你别玩 谢敏赫 你给我等着 哎呀 真没有想到呀 我王红燕的女婿 竟然是大名鼎鼎的谢氏掌权人 这可是我们程家 几辈子修来的福气 是啊姐夫 刚刚我们多有冒犯 好 您见谅 你们两个都给我闭嘴 一指不定来回的横跳 把我的老脸都卖光了 若不是谢先生大度 你们俩还有命站在这儿吗 对对对 老爷子教训的对 都怪我们两个 有眼无助 谢先生 我替母亲和弟弟 给您排个不是 没事 我又不是那小肚鸡肠那儿 谢总 你说什么 我的好女婿 她怎么走了呀 你看看你们干的好事 我可告诉你们啊 今天的事 一定要给谢先生一个交代 千万不能让咱们 成家的成龙快婿 给跑了呀 爷爷 你别着急 我去看看 对对对 你快去 看一看 什么 基德斯大股东要见我 开什么玩笑 他们都是谢明锐的老相识 现在裸不露馅了 可是 他们已经到达了平静 也听到了近几日的传闻 再加上 昨晚的事情闹得沸沸扬扬 如果再想以人在海外为由 怕是会引起董事会的猜忌 这谢明锐是怎么办事的 这身前轮海外 这么重要的事 也不跟董事会商量一下 首席他兴许有自己的考量吧 这件事先压一压 他不回了 定不能跟古龙见面 还有 谢先生 你都听明白了 明白 赶紧去办 谢先生 安迪小姐如此惊慌 是有什么事吗 不用管她 程小姐急着出来 是有什么急事吗 不愧是谢社长全人 知运的心思 可是一点都瞒不住 你我二人就不必客气了 有什么事直说无法 谢先生 一年一度的谢氏峰会 马上就要到了 承蒙谢先生的提拔 今年万华也有兴参加 只不过 谢氏的四大股东 给我发来信息 想在峰会之前 与我潜聊一下 我希望谢先生也能到场 又是四大股东 看来他说的 跟安迪刚才说的是一马事 还有 谢氏峰会 这件事安迪怎么没有告诉我 难不成另有引擎 谢先生 谢先生 你想什么呢 程小姐 既然四大股东找的是你 我就不参加了 省着给大家带来压力 这件事情我不能答应你 我还有急事 我先走了 程总 谢先生他好端端的 为什么要拒绝你 他并没有拒绝我 他只是有自己的考虑 即便我们知道他的真实身份 但他带给我的神秘感 却从未消散 这个男人 究竟会给我带来多少惊喜呢 我这个弟弟这些日子怎么样 我交代你的事情 别出什么岔子 二爷实力拙扰 我更是谢氏峰 那我就放心了 我这次偷偷回国 不要对外声张 特别是不要告诉我弟弟 可是首席 四大股东 已经不到达平静 他们都吵着让人绕见你 不过二爷这边 似乎不太愿意出面 他的孤立我能理解 那几个老夫 无非就是过来打探去世 既然我弟弟不愿意去 那我就亲自住 不过 不要把消息放出去 这样才行 首席 如果这样的话 情况只会越来越复杂 您 确定吗 安爹 不要忘了我这次回来 为了就是装内鬼 不以身是法 怎么也设处 要留点破绽给他 可是再过几日 谢氏峰会便会如期举行 这件事情 要不要再跟二爷商量商量 你以为不说他就不知道吗 放心吧 峰会的事还来得及 到时候 明鹤一定会去 都是你这个孽子 要我辛辛苦苦建立起来的 孟家 毁一的 我孟伟东 真是倒了八辈子雪梅 爸 我也不知道他就是真正的谢总啊 就再者说了 我就算是无意之间得罪了 他也不能把我们孟家 赶紧杀绝吧 你还准嘴 这叫赶紧杀绝啊 小子 你是不是对这个词有误解呀 二位老总 咱们可都是旧相识了 你二位也替我出出主意啊 这得罪了谢总 我孟家 该如何是好啊 要不 你二位 替我求求情 让谢总 高抬贵手 放我们孟家一马 老夫 感谢夫妻 老孟 不是我说风凉话 得罪了谢总这个太罪爷 你们孟家奉子俩 还能好端端的立在这儿 我也是 必干意外呀 陈老总 您就别开玩笑了 我父子二人 罪不至死啊 您言懂了 没有人想要你们的性命 只是你们孟家到现在还没有破词 让我们感觉很奇怪 不错 这确实好像不像谢氏 首席的作风 二位 什么意思啊 以我们对谢总的了解 凡是得罪了他的人 如你们家这般下场的 那是少吃又少呀 可以这么说 我从来都没有见过 如此心慈手软的谢总呀 心慈手软 我们孟家都被他活活扒了一层皮了 心慈手软 哼 与他的手短 没把你们孟家演成渣子 就已经不错 谢总此人心狠实大 否则你们以为他如何做到这等高位 所以啊 看你们孟家现在的处境 我们才觉得事出反常啊 两位老总 可是发现了什么断议 逆子 你给我故意好 实不相瞒 我们四大家族 本次到往平津 正是为了实断叙事 毕竟最近发生了太多诡异的事情 谢总前往海外 一后续出现在平津 这些我们全然都知道 好像谢总突然会分身的一个样 也是消息传了出来 我们再后知后觉 这其中 恐怕另一样面积 二百多总 可有什么打算 听恩迪的意思 谢总似乎不打算接见我外 如此果决 这还是头一回 一点也不像谢总作风 听完谢总 今次突然多了一个温分期 在这平静一时风头无两 我总决定 就从此人向神 听二位老总的意思 是想 推翻谢氏这艘大船 本该如此 谢氏如此庞大的资产 我等也不甘心 未居之后 这谢氏也是时候 跟坏一般主持 老孟啊 有些事 只是可议会 不可言传 我们几人到这平静 还得仰照你们父子二人的帮衬 二位老总放心 既然二位 对我们父子如此坦诚 我孟家有何理由拒绝 更何况我孟师如今的处境 都是败他所思 这平常 势必要从他身上逃回来 不错 看来之前的投资都是正确的 真的 你之前说四大股东的事 他们有什么新的动作吗 二爷 既然您不愿意见他们 这件事情就不必您费心了 安爹 你是不是有什么事情瞒着我呀 二爷 属下不敢 不敢 那谢氏峰会的事 你怎么没告诉我 看来 您真的已经知道了 看你这意思 你早有预料啊 你是不是跟谢明媚见 没有 首席他人在海外 怎么可能见过我呢 二爷 您要没什么事的话 属下先去忙了 嗯 去吧 看来安爹的确有事瞒着我 这个谢明媚葫芦里究竟卖了什么药 谢先生 之前说请您给我见四大股东的事 您要不要再考虑一下 四大股东今天突然约我见面 我现在已经在谢氏楼下 但我怕我一个人实在一直不来 之前不已经定了时间了 怎么突然要见面 我也不太清楚 可是我现在 你放心 你先上去 我这就来 总躲着也不是办法 总躲着也不是办法 若是谢明媚真的迟迟不归 我和这四个人终究有见面的一天 也罢了 早见不如晚见 既然如此 就会会你 丑总白了 看看有什么事 对啊 对啊 欢迎欢迎啊 突然多日丑总见面了 的确是我的态度 先给你道道歉 屁个胡适啊 全老总客气了 现在谢氏可是万华的重要合作伙伴 四位老总立临平津 只愿本该主动的母拜放 要论也是我没有见到地主之一 该道歉是我才对 好 丑总果然是包面玲珑啊 难怪年纪轻轻 就能带领万华成为平津金的商业之手 真是厚生可慰 袁老总客气了 以后万华呀 还需要各位多多帮衬呢 袁老总啊 坐下来 走 走 不知四位老总今日召集见我 有何事相伤 丑总 我是一个不藏人掖着 直接开门见三 直接了当说了 林总请讲 知应定当知无故也 听闻谢总前后给你们万华集团注资几千亿 这样的手笔 隔到以往 我们四人应该是第一时间得知 但是这次不但我们没收到半点风声 就连你们二位的婚约 我们也是刚刚知晓 最近发生的事情 我想程总跟我们四个解释一下 四位老总 投资的事情是谢先生一手操办的 知运并没有参与其中 况且我也没有资格干涉 如果四位老总对这个决定有意义的话 大家可以去找谢先生当面问清楚 这个知运无法解释 至于婚约的事情 那是我们的私事 知运也没有义无奉告 程总 这话未免说得太轻松了吧 说好的知悟不别 结果就是和我们都圈了 啊 程总 真把自己当成谢氏的老板娘了 你要搞清楚 谢氏的钱就是我们的钱 钱去了哪里 我们当然问得明白 那各位到底想干什么 就我们对谢主的了解 最近发生的一切也未免太诡异了 包括对罗万华投资 这个决定未免做得太草率 完全不符合谢主的行事风格 所以四位老总是在质疑谢先生的能力吗 那可不管 只不过 若不是心里有鬼 又为何必而不见呢 谢先生自然有他的考量 况且谢氏峰会在即 几位老总又何必敌于意识呢 更何况各位老总把这些话说给我听 又能起到什么作用吗 老老啊 您是一个绝顶聪明的女人 我们一定把话说到这个份上 想必 你已经猜出一些断倪了吧 谢氏最近海外爆雷 遗棋的事情一桩接着一桩的发生 我们心里也十分不安呀 您就给我们交个题 您接触的这个谢总 到底有没有什么异常啊 所以四位老总是想趁此机会取而代之 保免 谢总能给呢 我们四个人也能给 只能有你的支持啊 岂不是啊 如虎天鹰 既然如此 那我们就没什么好的了 致运告辞 程总 你不要不是好歹 若有朝一日 我等长天 你们万华 会第一个服务 那就拭目以待了 想让我背叛谢先生 白日做梦 等一下 刚才我四位呢 是给你做了个小小的食堂 我们和程总互相扶持 谢氏才走到现在 我们怎么会背叛谢氏 那看来是我多虑了 是啊 你对谢总忠心 我等你亲眼见着 日后 我等你眼睛 刘伟老总不必这么说 这件事我已经阐述得很清楚了 如果各位对这件事有什么意义 大家可以去找谢先生问清楚 我早就说过了 谢总拒绝和我们见面了 这根本就不符合常理 啊 对啊 你们到底在怀疑上 你怎么就知道 你怎么就知道 谢先生 今日不会到场 知道如今种种怪异的行为 我们也很好奇 究竟什么是真 什么是假的 问不清真假只能说明你 哦 说这个人家 是不是该考虑你学 现在 现在我人就在 你们说究竟是真 还是假 哎 谢 谢总 你不是没有空面接我 怎么突然间有空啊 不是你们吵着惹着想起来 怎么 我现在到了 反而一副你们不太高兴的样子 不敢不敢 我等也是好久未见 谢总了 只是一时间 太定样了啊 啊 成之运 坐吧 一起来聊聊 谢先生今日是怎么了 好像换了一个人 这气场 要压得人喘得过气了 说吧 这么急绕回来干什么 我时间宝贵 我可不想听你们在这啰嗦 谢总 我等听闻您在平津 恰好 今年峰会也在平津 我等着就想着跟你先见 你就与什么 найд mundial 就这么点事啊 还真是耽误时间 你们几个给我记住啊 别来烦我 听懂我吗 嗯啊 吓死它 是不可能 对了 前几天我在海外发现的几笔烂杖 你们说 会是谁做 他被 redirected 难兆 太可恶了 我就说我们集团在海外的业务怎么接连动的呀 原来是有人故意在后面等我 是 一旦咋兑 全部求老 不是你 那就好 安妮集团内部肯定有他们四个人联系 查一查 把消息放给他 就说谢总人在海外 谢先生 程小姐还有什么事吗 谢先生我 我先去到洗手间你在前面等我 程小姐 谁说了 谢先生 你不是去洗手间了吗 你的西装呢 我去洗手间 谢先生 你又去哪儿 谢刘瑞 程哲运刚才见他是不是你 我知道你回来了 你为什么躲着我 是 都吃隔了 当初 性化 对 是 哪 주� 我是真的有功 我憲人為 跟我玩捉迷藏是吧 好 我就等你把這場戲劍到底 看看你當作那個樣子丟不丟人 你還有臉說我們 瞧瞧你剛才憲妹的樣子 不知道還以為是憲總的狗 你別吵了 現在不是起內厚是嗎 真的想到呀 我們就這本年輕 竟然被一個小時給佔了 說那沒用的幹什麼 事到如今緊要的是海外的爛賬怎麼出 謝老師我已經發現了貿易 事情敗露遲早的事 諷刀我們只會和孟家一樣 有什麼其他的辦法 只能盡量的拉到其餘的股東 卸至峰會上 再對謝總進行談合 若是成功的話 我們也高惹無憂了 你說的前輩 我們現在眼裡個像樣的理由都沒有 其他的股東憑什麼相信我們 稍不走 我的內線 給我傳了消息了 哎呀你別默默唧唧說嘛 什麼 消息了說 真正的謝總還在海外 我本以為他找一個聰明的下手講話而已 沒想到竟然有如此相似的提升 就連動作習慣都如此一聲 難怪我們看不出來 諸位 這是我們的機會啊 有了這個把柄在手裡 就把所有事情往他身上推 畢竟謝總 攔命提升 蒙蔽大家在先 嘿嘿 只要事情失垂 他在集團裡的生育掃地 到時候彈劾他 嘿嘿嘿 九十一如反掌 別忘了 我們的殺手剪今日也到平均了 你說的 可是全球排行第二 竹峰集團的老總 陸燕景 嗆指的 竹峰集團裡面的四人就笑笑了 有了他的幫助 更是如虎添翼了 喂 九大 我也就被公盯了 什麼時候被建立 是 首席 二爺 怕是已經察覺出了一些端倪 您看 要不要把咱們的計劃告知于他 不必 魚兒已上鉤 想必我這個弟弟 也察覺到了我的一輪 可是事情已經到了這個局面 若是二爺沒有領會的話 怕是會令聲示動 這樣咱們的計劃 恐怕就要泡湯了 你真的以為我弟弟這麼單純 他的心情深不見解 若不是幼年走散 我們他做的是高位的 就是他 以他的才能 即便是我 非成績 成功與否 明日解副一切 成功與否 你突然到訪 是有什麼急事嗎 身為你的未婚妻 見你一面 還需要預約嗎 當然不必 你的面子 我總是要給他 咖啡 謝先生 我臉上是有什麼東西嗎 我有那麼迷人嗎 確實很迷人 我成之韻的眼光 一向都很準 睡也如此 看男人的眼光 亦是如此 只是我沒想到 我的未婚夫 竟然是謝先生這種 神秘莫測的男人 程小姐 你這是在誇我 還是在損我 當然是誇你 自從見你的第一面 你給我的驚喜 可不止一種 是嗎 那你說說 有時 你給我的感覺平易近人 有時 霸氣無比 殺法果斷 還有時 就像今日 冷如冰山 程小姐多慮了 我的每一面因人而異 只要你喜歡 認你挑選 真的是這樣嗎 那到底你一面 才是真正的你 有什麼事快說 謝總 集團出大事了 還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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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日謝宇集團 陷入股民風風 股價持續暴跌 既還要市場受到影響後 國內的股價也持續暴跌 請問謝室是否真的陷入危機 郭瑞還請商案勿躁 聯對這種突發情況 謝室絕對不是做事故 一定會給廣大股民一個交代 我們股民的錢一支錢 你們妹子良心騙我們 我看你們謝室 一刀欠錢 吹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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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得好聽 我們的損失 誰來請單 就是 誰來請單 請錢 各位 鬧事解決不了問題 今天蛋盤到場的 你們手裡的股票 我程之韻 按程交價 收了 你們要想賣的話 立刻去萬華集團 找一個叫唐峰的助理 他會幫你們解決一切 哼 充口白牙 憑什麼信你們 對啊 你們相信啊 大家放心 我程之韻說話算話 一定會給你們一個交代 程小姐 不必多說了 這點 萬華還是都更何況 現在最重要的是 找出原因解決問題 我 去看 誰還沒有 程之韻 你瘋了是不是 這種賠錢的買賣 你都敢做 還有 我們成家的損失怎麼辦 哇 這關成家什麼事啊 那是因為相信你 所有人拿全部時間 買了現實的股票 現在全賠了 自己不懂 還有承諾 賠了別人嗎 你真以為我們什麼都不懂嗎 股票一夜之間跳水這樣子 要嘛他就是個騙子 要嘛 現實真的要垮臺了 媽 這商業上的事你不明白 沒吃過豬肉 我還沒見過豬寶啊 有什麼不明白的 不過 希致已經自身難保了 你還想趕子給他擦屁股 鼠目策磨 這點問題 在我眼裡 根本就吃一天 你就別吹了 現實瞬間損失三千元 即使現在你能解決問題 能不能撐過今晚還兩說呢 不過看在你幫我姐的份上 這點小錢我們承家不和你要 是啊 鬼女 你可不能給咱們承家 招回來一個累贅啊 不吃天高就扣 謝氏就算是垮了 是你承家能夠比肩的 媽 你別再說了 即便是謝氏垮臺了 我也會和謝先生共緊腿 你這個臭小子 給我女兒吃了什麼迷魂湯 你要是真在乎他 就別把他抓得那麼緊 若是牽連了他 你的心過意的去嗎 你們放心 我不會連累這次 只要有我在 謝氏就永遠不會掛呆 真是天大的笑話呀 事到如今了 謝總還是面不改色性不掉的 你這牛的本事 真是讓我令我相看呀 你怎麼了 我來到這兒 那當然是因為 我也是受害者呀 這誰能想到 我滿心歡喜地去買了謝氏 卻是個這麼個結果 謝總 謝氏 打算怎麼賠償我 還有那些 隨時的上百萬 上千萬的 萬萬不明的 孟金燕 別太過分了 買買本就有風險 憑什麼 全算在劍持的頭上 真是玩的一手把雙鏢啊 紫月 你可全都看見了 像他這種垃圾 他怎麼配得上你 讓你對他死心塌地的 紫月 這謝氏集團早晚要垮台的 到時候 他可就是全球最大的負載人 這麼大的窟窿 放眼整個滑下 也沒有人能替他來舔平啊 謝氏 只要你願意嫁給我 你以後想要什麼 我都可以買東西 去 這是我的選擇 就不勞孟先生費心了 只願心意一句 謝先生 你們走吧 哎 個死丫頭 孟公子 你可別生氣啊 喂 什麼 人找到了嗎 這真是天助我眼呀 陳之月 明日 你就會為自己的選擇 付出代價 沒想到出了這麼大的事 謝先生去寒塵的住氣 至於你當真佩服 焦頭爛額有什麼用 更何況 這一切都在我的掌握之中 股票調劇也舉臨時了 用不了多久就會回到風池 謝氏能有今天的成就 實力不容小覷 況且我手中的底牌 比他們要想像的多 謝總 人到 老大 好久不見了 嘿嘿 陸燕景 全球第二企業逐風老走 他怎麼會在拼家 當然是我受益的 你受益的 說 這位就是嫂子 老大 你的眼光 還是一如舊的好呀 就你廢話 教你的時間怎麼樣 小事一裝 小的 這就搞話 喂 幫我看一下謝氏他們 虧了多少錢 按照雙倍的價錢 打到謝氏的帳戶上 陸總啊 真是財大氣粗 交代你的事情怎麼樣了 老大 要么說你料事如神啊 這四個老瞎子 果然來找過我 我按照您的吩咐 已經假意答應了他們 之後該怎麼做的話 全聽您打擺 他們現在 一定認為自己找到了靠山 接下來 我們就等著周網站好了 對了 老大 您跟我說的那個人 我在海外見過了 你們 好了 多餘的話不用說了 明日 一切都會塵埃落定 你先回去吧 是 謝先生 陸總 為什麼對你如此更加 因為竹峰集團 就是我一手放棒 只不過我當時覺得太無聊 所以就竟然離開了 什麼 謝先生 你究竟還有多少呢 程小姐何必急於意識 明日峰會 一切都會先分享 今日 就是我孟家 逆天改命的好日子 來吧 您夢中多多提拔 哎 哎 謝總 沒想到 你會來到這兒 這一夜之間 損失了近萬億 你還有心情來參加峰會 今天這裡是限時峰會 我謝民賀部的 誰有資格來 至於你說的什麼損失 不好意思 我不記得有什麼損失 是 畢竟嘛 這謝是家大業的 屈居萬億 讓那些所謂的股民來承擇不就好了 孟金燕 你陰陽怪氣的說話有意思嗎 陳志願 你被他騙得醇醇醇醇 你都現在記得說話 哦 那你倒是說說 謝先生騙我什麼了 滾 姐 事情我們都知道了 千萬別被這個冒牌會給騙了 到時候央記到我們成家可行 是啊 孟公子昨天晚上都證明了一切 這個謝民賀他叫不是謝總 媽 你們胡說什麼呢 誰胡說了 總統若也不信 一事便知 今日 我孟某說的正方話 並非是想要繳黃峰會 在此 鄭仲告訴大家 這位謝總是假的 他就是個冒牌貨 你知不知道現在說些什麼 說話不能碰個白啊 要拿出真瓶實據 證據 當然有 人證無證據在 現在 就給大家看 孟金燕 既然你今天想拆穿我 我就給你這個機會 希望你說到做到 來人 把他帶上來 老陽 你怎麼在這 你說你怎麼就 你是有那麼一丁點的小本事 可你也不能出來坑猛鬼騙呀 我坑猛鬼騙 誰硬 老陽 你告訴大家 這個所謂的謝 他之前到底是幹什麼的 這個小謝 他以前就是在我們單位樓底下賣炒飯的 各位還別不信 我這兒還有在他炒飯攤上吃飯的照片呢 初衛 你們可全都聽見了啊 這個所謂的謝子 他之前就是一個賣炒飯的 他怎麼可能突然之間 就變成神秘莫測的謝走 老陽說吧 他們給了你多少 十萬 不 沒有 沒人給過我錢 我這一切都是自願的 支付寶到賬一千萬 兩個三個四個 五個六個七個 一千萬 老陽 這一千萬給你改口 不知道夠不夠 夠了 太夠了 你想幹什麼 你想當著所有人的面 花錢輸買人心嗎 你可真是卑鄙有恥啊 老陽 現在 是賣炒飯呢 不可能 您看您這一表人才的氣度 怎麼可能會是幹那行的呢 你們聽清了嗎 現在 我是不是謝子 走走走走走 你們幹什麼你們呢 我不管你是不是謝總 兄弟拿了你的錢 一定挺你 你到時候出去給你一個人睡 走走我 如果這個就是你們的手段的話 真是太讓我失望了 現在不過是個開胃菜了 好戲還在後頭 等某的人到了 我看你還怎麼相張 你們四個扶可真夠大 比我來的還晚 謝總誤會了 我們剛剛在商量 昨晚公司蒸發了上萬億的資質 這麼大的事 你如何向各位股東交代 如何交代 我倒要問問 你們該如何向我交代 我們有何可交代的 謝氏的所有決策 都是你決定的 現在反倒要讓我們來背骨 謝總啊 我想問你 是不是有什麼事 瞞著我們呀 當然 就像昨晚蛋盤危機 就是謝先生一手挽救了 而你們又在哪裡 要靠你們 謝氏找完了 他挽救了 崇總 今天以為我們像你一樣 好騙吧 昨晚明明是竹峰集團給謝氏 你上的坑 是陸總 看在我們四人的面子上 失以原始 你的面子 沒錯 大家都知道 竹峰的陸總 跟我們四個的關係一向很好 要不是我們 謝氏 早都不復存在了 那都是你的錯 我的錯 那你展開什麼時候 你還有臉說 就是你這個冒牌貨 假犯謝氏 害了謝氏集團 你們一口一個說 說我是假冒 好啊 拿出來真憑十句看看 不然 你們就是空口無憑 政治 謝氏的胸口上 有一個特別明顯的黑色胎記 你可敢露出胸口 讓各位看著 你們這樣的藥嫂 是不是太過分了 過分 我看 他是不敢吧 精彩 真是精彩 你們幾個還真是煞肺恐心啊 為了對付 你們還找人偷拍照片 小子 看你還怎麼裝下去 好 我承認 我的確不是你們所認識的謝氏 怪不得這麼多人質疑你 還真是一個不知天高地厚的爆白貨 你真的肯承認 啊 哈哈哈 有什麼不能承認的 我說的只是事實 我的確不認識什麼四大骨頭 也不認識在場的助威 謝氏 你看見了吧 這才是他真正的嘴臉呢 他就是一個騙子 是一個在底層掙扎 小妄圖上位的挑撕 如今真相大白了吧 我們幾個呀 還要感謝您的坦誠啊 無必客氣 我說的只是事實而已 但四大老總 處心積慮地針對我 你們究竟是為何 難道想成為謝氏的新主人嗎 沒想到你還真是個聰明人 可惜呀 假的 終究是假的 這件事 我早就通知了集團上下大大小小的鼓動 謝總身後主張 濫用替身 給我們謝氏集團造成了不可挽回的損失 今日 我們私人代表董事會 正式對謝總 進行彈劾 想成為謝氏的新主 你們幾個差得遠了 不要以為我不知道你們在背後做了什麼 海外的爛賬 博業的股票危機 都是你們一手操控的 是或不是 很重要吧 在他未言裡 沒有任何事 比你謝總犯下的故事更嚴 更何況 一個冒牌貨說的話 誰會相信 啊 你們承認就好 爆牌貨 你真正的身份已經被猜穿了 如今 你已經是程途末路 更何況 這真正的謝總 也即將要化呆了 再說 人遠在海外 根本回不來 今天晚上沒有人能保得了你 我不需要他的保護 而且今天 也沒有人動得了我 這都什麼時候 這個冒牌貨還能裝強做事 我看他還是不違斷 期待的嚴重性 禍害了集團不說 還導致我等的利益受損 這種人斷不能留 必須驅逐 必須驅逐 騙了我女兒不說 還把我們成家疼慘了 閉嘴 把你驅逐 驅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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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知道 沒搞這麼一出 就以為 謝氏是你們的囊中之物 告訴 謝氏 只會是謝家 我們的背後 可是僅次於 謝氏集團的竹豐集團 有竹豐的陸總幫助 以後謝氏集團 可就不信謝了 竹豐集團 只不過是我無聊的時候成立的 還有那個你說的 陸彥姐 他只是我的一個跟班 哈哈 聽見了 還要吹牛呢 陸總 陸總可是這世上為二生意天子 豈容你這般污衊 來啊 給我扔出去 今天可真是好熱鬧呀 我好像聽到有人在議論我 陸總 您別靠近這個冒牌貨 免得他衝住了您 你算什麼東西 也敢攔我 陸總 這個冒充謝總的冒牌貨 他剛才誤辱了您 還說您是他的小跟班 雷總 我是說了 只不過你們沒人信啊 陸彥姐 你跟他們說說 我說的是不是實話 沒錯 我的確是你們口中所說的這位 冒牌貨的小跟班 你們恐怕不知道 十年前 在商界橫空出世 創立竹風的天才 就是你們面前這位 冒牌貨 而你們 有眼無珠 勿石之龍 要不是看這種大個位子上 我倒是很樂意看到 謝氏 吐風瓦潛 現在你們還覺得是我 讓謝氏陷入危機的嗎 恐怕心裡有鬼的是你們吧 胡說八道 思議潘友 現在正義確鑿 你就是謝氏找來的替身 害得謝氏集團 陷入危機 我是誰 說的都不算 說的沒錯 給他 你 我 還好 還好 我 不是应该早就查去了吗 虽说如此 但真到了这一刻 我还是觉得点不可思议呢 你们四个还愣着干什么 见到谢氏首席 都没有反应的吗 谢总 您这么做 是不是 太不把我们放在眼里呢 你们四个 也配我入眼 有意思啊 真有意思啊 如果你是真的谢总 那他 又是谁 谁告诉你谢氏 只有一个谢总 笑话 这么多年谁不知道谢氏 就一个谢 现在你却让我们相信 这谢氏有两个谢总 简直可笑 信不信有你 我懒得跟你废话 今天我回来 就是要跟你倾诉 倾诉 你擅自做鼠章 找一个替身 顾问我们不说 还引狼入室 你可知 这个人可是竹锋创始人 引狼入室 我看不怀好意的是你们 要不是二爷出场 这谢氏 怕是早都被你们糟蹋完了 什么意思 二爷 事与之词 说出来也无关键 没错 你们所谓的替身 就是我双生的弟子 你们竟然是双猫胎 难怪大家被你两兄弟蒙蔽了 难怪海洋业务会爆雷 不能自上缩手 数万一 你们两兄弟 必须给大家一个说法 一直以来谢氏是有单独掌权 请明赫回来 一是为了稳定国内的局势 二是为了让我能够解决海外的危机 不管如何 谢氏只能有一个掌权人 而他 我配也没有资格 如今正是引狼入室 这都是你们的过错 谁说我没有资格 安丁 让他们开开眼 当年 谢总特意将自己的股权一分为二 一份自尺 一份以谢氏的名义代识 而这份代识股权的所有人 就是为二爷做 你们四个的股权加起来 都不及这一半 你们说 二爷有没有资格掌管谢氏啊 现在你们清楚 接下来 就该我们处理你们了 你们两个要干什么 你可别忘了 我们四个可是集团的工薰员了 谢氏没有我们 走不到今天呢 没错 但是犯了错 就得接受惩罚 合错谁 你们刚才不是在我面前承认了吗 我们现在不敢说实话 诸位 你们可不可以帮我做个见证 没错 我成家可以作证 这四个人 他们谢一气 为所欲为 简直就是谢氏的助 是啊 我都听到了 只不过他们当时一口咬死二爷时提示 所以我们上了当呀 我才反映过 原来这一切都是两位谢总特替你们擦屏 你们四个真是恬不知耻 自己做过的事却失口否认 现实高层怎么出了你们这样的败力 你 海外的商业事务是不是你们做 国内的股票危机是不是你们做的 我劝你们乖乖承认 否则 以我们掌握的证据 足以让你们牢底坐穿 两位谢总 错了我错了 两位谢总 我们也是一身鬼迷心窍啊 没有把正好位置 才做了这些丧尽天良的事情 我们保证 不会再有下次了啊 不再有下次了 还有下次晚了 安邸 不惜一切代价 将他们四人以及孟家的所有资产动静 今天发生的事情扩散自己 要让你们这辈子都抬不起头 终于尘埃落定了 弟弟 跟我回家吧 回家可以 回谢氏就不必了 这个股权协议你拿着 从今天开始 我是谢家的而已 不是谢氏的而已 为什么 你我兄弟同在 谢氏将所向平 我们会成为商业永远的神话 大哥 这神仙当酒了 容易飘 谢氏呢 需要一个挑战者 而竹风便是 不过 这谢氏的神话能坚持多久 那就说不准了 好 我是母带 二位 你们就别叙旧了 你们到底 谁 才是我的女婿呀 妈 你说什么呢 程小姐 这段时间一直对你有所隐瞒 直到今天才把这相都告诉你 其实 你的未婚夫 是我大哥 那天去跟你见面 我也是替他去的 如今 我已经不是高高在上的谢总了 你也应该做出你的选择 谢先生 你不必多说 从一开始 志愿认定的就是站在面前的你 更何况 志愿曾说过 无论发生什么情况 永远和谢先生共进他 我单方面宣布 从今天开始 我与程志愿的婚约作废 程小姐 从今天往后 明和就拜托你了 只认军心 似我心 定不负相思义 特别人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